再带你来看住在安和一街129项的住户反应 每次下大雨家门口的水沟就会溢出水来 经过勘察发现是水沟没有办法将水倒向香寒 市医院请真邀请相关单位到场会看 一块来看今天的市民信箱 就是这个水沟让居民很困扰 每一次下大雨水排不出去 马上就淹水 市医院请真邀请相关单位到场会看 解决问题 有所谓阻塞已经好几年了 那里长他们曾经也建议相关单位 他们是一直在观察在观察 可是因为最近呢 因为出户的一再反应 好以来的时候 他们这边是医学 他们将近都有也将近一尺的一个深度 所以说今天我特地 邀请我们下水到过去公署 还有民政署相关单位来现场勘察 市民一张香道就是由市府捅筹去做 市民一张香道的是 这个可能要等公务署他们过来 就先厘清 区公所方面指出 要在和公务处的承办单位协调 希望能在雨季来临前 将排水不良的问题解决 让民众行的无烦恼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